画家曾敏隆留学美国时学的是动画制作 回国后却选择以写实的技法来创作 因为他觉得写实的画作让观画者很轻易就了解画家在画什么 比较容易把艺术跟美学介绍给一般民众 他创作的题材相当广泛 透过油彩水彩画出自己的家乡 也画出他心中多彩多姿的世界 带你一起去欣赏他的画作 一部牛车两头黄牛 五十年代的农村景象月染纸上 这是画家曾敏隆的水彩画作 他以细腻的笔触 丰富的色彩明亮的色调 展现自然写实的画风 写实的东西对我比较有细腻 是因为他比较容易介绍给一般的观画的人 因为对一般的人来讲 写实比较接近一般平民百姓 他很容易就了解你在画什么 就比较容易把我们的艺术跟美学介绍给他们 泽敏隆从小喜欢涂鸦 国小二年级就立志将来当画家 25岁到美国深造 学的是动画制作 30岁回国后却选择以写实的技法来创作 作画的题材相当广泛 风景 人物 镜物都能入画 为了挑战高难度的写实人物 更是对各种素材都下了一番功夫 我喜欢画人物因为人物的挑战性比较高 然后要画一张好的人物非常不容易 所以你必须要勤于练你的肖像 人物 体态 你要画人体 你要画衣物 饰品 然后你还要搭配你主体的创作背景 你还要去外面写声 不管是户外的景物写声 还是室内的人物写实 曾敏龙强调都要有扎实的基本功 像这张基本上他用的是三种技法 大渲染 再来小面具缝合 再来是重叠 那重叠反而是花我最多时间 但是又非常有效果 而是国中就有的技法 然后你画出来又可以呈现非常不错的画面 走在创作的路上 尽管也要面对现实生活的压力 但个性开朗的曾敏龙 还是创作不断 坚持营造一个多彩多姿的缤纷世界 新唐人亚太电视 创作者 廖立芬 陈岳秀 台湾云林采访报道